现在很多人都在问说 手摇饮料有人很爱喝 尤其现在是夏天 但是现在不知道可以挑哪一间 因为发现越来越多家 他们这个国家认同 都是有一点问题的 都好像被中国逼着 大家叫做下跪饮料吗 我们看看这一个是 财经的媒体人叫胡彩萍 他写出来的评论 他讲出了一些问题 手摇饮料被逼着集体表态 那不妙的倒不是中国台湾 而是他觉得说 整个经商的环境非常的恶化 如果说饮料店也被迫要集体表态 那就代表说 有一个主管 他们的政治的管理机制出现 不管是你是商业主管机关 或是卫生主管机关 因为他不是很知道说 对岸是哪一个单位在管 那不然不可能会做到 这么快的速度 而且叫大家一字通通都要表态 那以后这一些饮料店 甚至是所有台湾的店家 会出现的一个状况 就是你的麻烦会来了 就是说到时候就叫你要表态 你就不得不表态 那他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评论 他是说因为一方掀起了这个风波 一方的这个头家叫做新子凯 他说他的背景可能很硬 不然怎么会变成一方之外 变成好多家要下跪陪着一方 他觉得这个整个现象都非常的诡异 其实这应该不是第一次吧 之前不是有面包店吗 更早如果大家有印象 面板厂大厂的那个大佬出来 来讲说什么表态 我会觉得说每次选举的时候 这些事情都不断的发生 这一次是所谓手摇杯 其实我觉得财经专家讲的蛮清楚的 这不是个别的行动 这是公开审稿 就是说所有你在里面 我看过那个 他是讲说他来自台湾 他讲说中国台湾 这个一定是有人来讲的非常清楚 你要把它界定很清楚 尤其我们看了这些店 虽然在台湾蛮多间的 其实他们有些在中国的分店更多 搞不好有合资的问题 搞不好有中国那边股东 怎么看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这样一波一波 其实只是让台湾民众 对这个事情更厌恶而已 比如说之前面包店 其实他声音也没受到影响 可是这个事情在政治上 真的有影响到台湾民众 觉得说一国两制变比较好吗 中国台湾变比较好吗 应该是比较负面的宣传 对 就是说你不要让人家觉得 我生活中每天都要去遇到 这种政治上被威胁的事情 尤其这些其实非常单纯 有的饮料还蛮好喝的 牛奶蛮好喝的 结果现在大家都在讨论政治的事情 鸡马奖 你说中国电影不能来 可能你又花钱在台湾买 关于中国好的 这个什么 偏中国的报道 我觉得这不是矛盾吗 你如果觉得中国政治都好 你就让中国电影来啊 在鸡马奖大赢啊 对不对 那这样不是很好吗 绰绰台湾锐气 这不是直接 没有 你是叫他们都不要来 现在连香港的电影公司都不能来 香港也不能来 对啊 香港电影公司也不能来 这不是白色恐怖 结果现在香港朋友很想来台湾 香港电影公司说不能来 电影明星也不能来吗 我觉得中国把这个事情都全部搞混了 然后到选举的时候 不断的提供选举的议题 光是这个手摇杯 我们可能也要讨论一个礼拜 一个牌子一个牌子谈 然后整个网页拿出来谈 我觉得真的不要再搞这些事情了 这个对中国形象完全没有帮助 中国现在遇到最大问题 不是手摇杯啦 对不对 是华为嘛 是他跟美国的谈判嘛 这个才会影响到他 也会影响到台湾 香港怎么处理 现在大家担心的是解放军会不会进去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对中国最大挑战是这些 去胁迫台湾厂商 做这些政治的审稿 其实一点帮助都没有 石琪 因为我们在讲说 我其实没饮料 但我没想到说 我去对岸发展之后 我变成说 他叫我下跪 我就变下跪饮料店 大家不能够理解 对这一波都是 全部都是饮料店 就过去的确我们看过 非常多的潜力啦 就从大厂一直到 现在是普遍到说 面包店 饮料店 也就是跟人生活 洗洗生活 每天可能有人都要一杯手摇饮的 特别是中南部 因为太热了嘛 好那所以他会 他会使得越来越多的人 在生活的面向当中 周遭旁边 都会碰触到说 这家饮料店他被威胁 他做了政治表态 所以这件事情 对于中国的形象 当然是差的 那也因为你会提醒了 更多的台湾人说 中国一直在搞这些事情 就本来你说那些大厂 大老板 那可能还没有影响到 一般人的生活 他们一般人的连结度 不是那么的高 可是如果你今天 是跟人的生活连结度这么高 而且甚至每天 你可能都会碰到这些店家的时候 那个反感度自然会更为普遍 更广 我觉得他们心胸很狭隘 比方我如果看到王老吉 我也不会有反应 我想喝就喝 如果真的很好喝的话 他还是有粉丝 还是会有人跑去买中国的那个饮料 好那我觉得其实是对于业界 对于这些经商的 他们做生意的这些人 倒是影响会特别大 也就是说 在饮料的这个市场当中 也有一些其他的店家 他们本来就把重点 往东南亚移 往日本移 而且卖的也很贵 还有人往欧洲移 那天王定宇委员在这边 他就说他在欧洲 买了一杯珍珠奶茶 不止 13欧元 13欧 要乘以36 对所以一杯饮料 你打到欧洲市场 你去那边开拓点 你可能赚更多 有一些什么是日出茶泰茶汤会 他们重心就没有 完全放在中国 那所以我觉得这些 中国逼迫这些 这些商家做这样子的政治表态 其实也都会给台湾的其他人看到说 过去那边的确可能会碰到这种风险 而且不管是大厂 或者是只是单纯的手摇饮料 或者是一个小小的甜点店 一家小小的面包店 都会受到这样子的波及的时候 那我宁可不要冒这样子的风险 我要去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某种程度也是让我们自己 不要把鸡蛋都全部都往那个地方放 因为那个地方一旦出了什么危险的时候 出了什么样危机的时候 哇那是倒一片 那所以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大家会选择 就台湾人这段期间 可能就会选择 其他没有做政治表态的 他们在选择 往东南亚的 往日本的 往欧洲的 可能就会 最近生意会比较好一点 那所以我觉得中国 他们是一个很畸形的这个现象 对就是你越打压 就是你从1996年 总统选举开始 你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可是每一次你都越打压 反弹越大 我就不知道说中国到底要用 怎么样子的经验 才会可以学到教训说 你们其实加重的力道越强 我们反弹的那个弹性就会越大 说这个道理 其实你们应该真的要早一点 了解